黄娇野外 频频有年轻女子被检查 凶手总是趁下雨的时候作案 手段残忍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痕迹 警方压力巨大 但又束手无策 一位一直梦想的能在体制内 有一番作为的某保卫科干事 为了能够加入事业编制 上吊成为正式的警察 开始对这起连环杀人案 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调查 他不择手段走火入魔 一路放飞着自己的梦想 但残酷的现实和时代的洪流 将他的梦想无情的淹没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国产高分 悬疑影片鲍绝将至 1997年的一个阴霾的清晨 一名女子被奸杀在工厂的附近 作为刑警大队的边外协警 第四野炼厂的保卫科干事 于国伟赶到了案发现场 协助警察展开调查工作 负责这起案件的刑警队长老张 是一名老姓人的 一身正气饥饿如仇 跟犯罪分子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即将退休的他 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还有很多的无法侦破的案件 无法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这起案件对于国伟来说是一个机会 如果他能够为破案提供帮助 或者他自己直接把案子给破了 那么他成为正式警察 进入体制内的事业边 就变得非常有可能了 张队觉得于国伟如此可调 对他还是比较客气 但其他的警察 在于国伟这个保卫干事面前 显得很有优越的 说话也比较不客气 使唤于国伟也使唤了西安里德 经法医检查 死者和之前两名被害女性的死法非常接近 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于国伟为了在张队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擅自做路 把案发当日不在工厂上班的工人 全叫到了公安局 让张队派人挨个作弊录 张队一看这么乱哄哄的 脑儿都是疼的 但为了不打击于国伟的热情 他还是象征性的走了一遍形势 为了查线索 于国伟和徒弟小刘 还模拟了凶手的犯罪手法 企图从其中发现蛛丝马迹 两人正在瞎翻戏的时候 一个身穿羽衣的人 引起了于国伟的注意 于国伟大吼一声 对方骑上自行车就跑 两人追上之后一问才发现 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 好凑热闹的摄京 根据摄京提供的线索 晚上于国伟来到了灯光球场 因为据说被害人经常来这跳舞 于国伟在这认识了 空虚寂寞冷的龙套姐 他掏出受害人的照片 让龙套姐辨人 龙套姐欲言又指掉于国伟的胃口 于国伟无奈只好以身相许 才从龙套姐嘴里套出了一些线索 不过事后证明 这些线索一文不值 转过天 于国伟和徒弟小刘 抓住了两名盗窃钢材的灌犯 从小偷的供述中可以听出 他们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得手 是因为厂里内部有坏人 属于理应外合联手作案 于国伟不仅仅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而且还经常做美梦 他幻想着自己再一次 获得了厂里的捞摸 并且还在台上发表了 激情四射的获奖感言 于国伟这个人 不仅饥饿如仇私人兴奖 而且还爱打包舞云 他之前曾帮着歌舞城的小姐燕子 摆平过几个小流氓 因此一来二去 两人是越来越熟弱 而且还产生了一丝微妙的感情 燕子和于国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他不甘心一辈子窝在这个穷香片 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 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闯出一番新天地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香港开一家理发店 没过几天 又发生了一起减杀案 作案手法跟之前的三起 几乎一模一样 凶手仍是选择在下雨天作案 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得到消息的于国伟 骑着天三轮赶到了案发现场 虽然他不停地给警察献引起 但对方却莫名其妙地把他给劈了一遍 意思是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 注意办事的分寸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这几位死者 生前都曾在松柏街出现过 这条街道店铺林立干什么的都有 老张正在观察的时候 于国伟舔着脸坐进了车里 听了老张的分析于国伟是若有所思 为了引凶手现身 于国伟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把自己的钥匙扔到案发现场的泥土里 拍了张照片 谎称自己捡到了几把钥匙 然后把巡物启事 张贴在这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钢铁厂的门口 他和小刘则躲在车里密切地观察 头两天一直没动静 第三天可疑任务出现 紧接着于国伟和徒弟小刘开始追捕先人 在这个过程中 小刘不慎出电摔了下去 对于国伟来说 前面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抓住了他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在追捕的过程中 于国伟距离成功已经非常借鉴 但最终只拽掉了嫌疑人的一只鞋 在返回的途中 小刘因为伤势过重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临死前小刘告诉了于国伟一个秘密 说自己对不起于国伟 厂里污资被盗这件事 保卫科的其他人都知道 而且都收了钱 由于于于国伟这个人比较正直 因此这件事大家都一直瞒着他 小刘说完就不动态了 于国伟急忙把小刘送到了医院 由于延误了时机 小刘最终没有被救活 于国伟生活的这个地方 有一条三场交汇的松柏街 大家都把这条街称作小香港 之前的那几位受害人都曾经来过 为了让燕子换个工作 于国伟盘下了一个理发馆 燕子非常的感动 他的梦想是去香港开一个理发馆 现在已经失陷一半了 他觉得这个男人 应该是自己后半生的依靠 他打算攒点钱之后 和于国伟一起远走高飞 9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在汹涌的改革大潮中 一些人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老张和同事在处理一起杀人案时发现 凶手正是死者的老公 杀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老公下岗之后经常受到老婆的契落 男人的自尊心被踩到脚下 一时冲动便杀了人 燕子的理发馆开业了 于国伟为他做的这些 他铭记在心 并且打算以身相许 但于国伟坐怀不乱 始终没有越雷吃一股 于国伟的冶炼厂开始裁员了 保卫科这种不产生效益的部门 直接就被踩掉 下了岗的于国伟提着包 来到了燕子的理发馆 燕子以为从此之后 他们二人就可以一起 经营这个小店 然后再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但于国伟显然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于国伟的梦想是当一名真正的警察 事业编制汉老保守 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那么就必须要抓到连环杀案的凶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这条街上 并且正在物色下一个联务 如果想抓住凶手 那么就必须抛出幼儿 这个幼儿就是燕子 没错 打一开始于国伟就是奔着抓罪犯去的 燕子的形象 跟之前几位受害者非常相像 但他总不能让燕子 每天在街上下溜达 理发馆代表的不是爱情 而是于国伟一生的梦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遁守 于国伟发现钢铁厂的大长脸 非常的可疑 经过了解 他发现这个大长脸 有猥胁妇女的前科 大长脸的老妈在松柏街 经营着一家杂货店 除了日用品之外 还有一些锋利的刀具 大长脸喜欢去燕子的理发馆洗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于国伟认定大长脸就是那个连环杀手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燕子 他主动找到大长脸 试图让大长脸承认自己是凶手 甚至还逼着大长脸试穿 他从闲人脚上拽下来的那只鞋 大长脸说 41码的鞋 很多成年人都穿得上 于国伟不正常的行为 最终被燕子发掘了 当看了于国伟写的 关于破案的笔记之后 燕子才意识到自己被于国伟利用 他的梦想彻底破碎了 精神世界仿恼无他 燕子最终选择了自杀 活着没有机会走出去 他希望火车能把自己的灵魂带走 永远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燕子的死给了于国伟冲动的借口 他把大长脸带到削案现场 企图以暴力的方式撬开大长脸的嘴 大长脸被于国伟做个半死 但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凶手 老张说你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 于国伟没有回答老张的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或许燕子这个人并不存在 只是于国伟另一个破碎的梦想而已 他想逃却没有那个勇气 留下来时代的浪潮又把他给淹没了 于国伟的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他出狱的那年已经是2008年了 他曾经工作的冶炼厂也即将被爆破拆除 这座承载着几代人情感的钢铁巨兽以垂垂涂 在人们的注视中灰飞烟灭 于国伟到养老院看望了已经痴呆的老张 老张在发病前给于国伟留了一封信 揭开了当年连环杀人案凶手之谜 原来当年于国伟和徒弟小刘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 嫌疑人被两辆大卡车前后脚给撞死 而这个嫌疑人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 正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于国伟来到冶炼厂当年开表彰大会的会堂 负责看守的老职工完全不记得于国伟曾经获得过劳动模范 甚至于连他这个人都不记得 正如燕子临死前说的话 于国伟的梦还没有信 有人评价此片高度致敬了韩国影片杀人回忆 影片的基调和人设以及故事情节的确很像 但我认为暴血将至的寓意更为深刻 蕴含了更多复杂的情感 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